前几天出了一期2.5G软路由的视频 发现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私信 说还不会安装ESXi 那么今天就本着给大家排雷的理念 咱们从零开始教大家安装虚拟机 从简单到复杂 Enroid、PVE、ESXi 这三个主流的虚拟机 咱们通通装一遍 这个主要是针对初学者的保姆级的教程 这期视频综合起来会有点长 我也会把它分成三个独立的视频 有需要的小伙伴点赞收藏 咱们闲话不多说 马上操练起来 首先我们来到三个虚拟机的官网 为了避免大家不出错 能适合更多的设备 网站的地址和本次演示到的固件 我都会放到视频的说明里 有需要的学伙伴可以自取 好 咱们先从最简单的Enroid开始 首先我们来到Enroid的网站 我们在右上角看到下载 首先我们下载安装盘制作工具 在这里有Windows和Mac两个选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系统进行下载 本次演示我用的是12.0.1的Mac的系统 我们现在把网页拉到最下面 你就可以看到手动安装的固件包了 我们在这里选择最新的6.9.2的版本 进行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 先安装自动安装程序 然后我们把准备好的U盘 咱们插到电脑上 建议是8到16个G的都可以 之后我们打开软件控制台 找到自动安装程序 Mac系统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大概率会碰到安全认证 我们来到系统偏好 打开安全性和隐私 你就可以在通用菜单里 看到下面的安全提示 这里我们点击仍要打开 然后需要输入系统通路密码 然后我们点击OK 赋予这个软件磁盘访问的权限 然后我们点击好 之后安装程序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那在Windows上就相对简单一点 安装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这里金水就不单独演示了 我们可以在1这里看到系统版本选择 现在默认的是6.9.2的系统 那你也可以选择你想要安装的版本号 那你可以点击这里展开菜单 你也可以更改服务器的主机名 网络这里默认的是DHCP 你也可以手动指定访问的IP地址 那后面是锁定UEFI启动模式 这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定制 那我这里就用默认的设置就好了 那2这里你可以选择你的U盘 确定U盘的名称没有错误之后 我们就点击写入 安装程序就会自动的下载最新的Android系统 帮你制作启动盘了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Android启动盘的手动的制作方法 如果你没有使用对应的安装程序 或者在自动安装的时候不成功 那你就可以尝试这种方法 那这种方法我们在Windows上给大家解释 好 首先我们在我的电脑找到U盘 右键格式化 我们需要把U盘的卷标改成Android 注意这里是全要大写的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U盘格式化成Find32格式 格式化完成之后 我们就需要把之前下载的完整的安装包文件解压 解压之后我们把这些解压出来的文件全部记住 是全部复制到U盘的根目录下 完成之后我们找到这三个制作引导的批处理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是对应Windows的 这个是Mag的 这个是对应Linux的 一共有三种 大家选择对应自己的系统的批处理文件 双击就好了 那么这个方式不但适用于Windows 而且也适用于Mag甚至是Linux 那看到命令行这个对话光之后 我们点击任意键继续 按任意键之后 我们的Android启动盘就做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U盘从电脑上退出来 然后插到软路由上 然后再外接一个USB口的键盘和一个显示器 那我在这儿是用的HDMI的口 那如果你要想用VGA的口也是可以的 软路由在通电之后 我们就猛戳键盘的Delete键 然后进入Bounce 来到Boot选项 我们把第一默认启动选项 设置成我们U盘启动 然后我们保存并退出 系统在重启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Android的启动选项了 我们在这儿选择第一个选项 等代码跑完之后 就可以看到登录的画面了 看到这儿就说明Android已经启动成功了 好我们现在找一条网线 把软路由接到主路由上 那你软路由的哪个接口都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我们的电脑上 我们可以从路由的后台 所连接的设备中 看到Tower这个名字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找的Android的服务器了 大家记住后面的这个IP地址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浏览器新建一个页面 我们输入192.168.100.139 那我们就可以访问到Android的后台了 一个全新安装的U盘 那我们是可以免费试用30天的 如果你有正版的序列号呢 在这输入序列号验证之后呢 也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好我们来到Android的硬件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4个i225V的2.5G网卡呢 就已经正确的识别出来了 那么看到这儿呢 我们的Android就已经完全的安装成功了 那么后续的设置和其他的玩法呢 咱们有机会单独出视频跟大家说 上一个视频给大家讲了 如何在一个2.5G的软路由上安装Android 那接下来呢 我就教大家如果在2.5G的软路由上安装PVE 好首先我们来到PVE的官网 我们找到下载的页面 找到之后呢 我们要找到最新的7.1的固件 那大家注意啊 下面这个呢是升级包 那大家一定不要选错 之后呢我们点击下载链接 我们来到下载页面 点击ISO固件下载 大家可以从我刚才的整套操作看到啊 整个从首页跳转的过程呢 还是比较繁琐的 为了方便大家呢 我会把这个网页的链接贴到视频的说明里 固件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要下载一个写盘工具 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两个软件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系统进行自己的选择 那建议呢大家自己去官网下载 那当然我也会把这些软件放到视频的说明里 写盘软件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选择打开 首先呢我们需要选择刚刚下载的固件 然后呢选择我们的U盘 注意啊这里不要选错了 如果你有多块硬盘 如果选错了的话可能会被直接覆盖掉 那之后呢我们点击Flash开始刷写 完成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U盘 拔下来再插到我们的软路由上 因为我们在安装PVE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键盘跟鼠标 那我的软路由呢 又只有两个USB接口呢 所以呢我需要一个USB Hub来扩展 而且呢我们还需要接入一个显示器 之后呢我们在这一切都接好之后 我们开机开机之后呢我们要狂点Delete按键进入BIOS 进入BIOS之后呢我们还是找到Boot选项 然后我们找到USB启动 然后保存重启 重启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PVE的安装界面了 那我们的选择这第一个选项按回车 这里呢是让我们确定安装盘 那我这里呢只有一个安装盘 那我们就直接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呢我们要选择国家 那当然我们会选择中国 那时区呢会默认到上海 那键盘布局呢就用默认的英文 好我们点击下一步 PVE的密码呢设置就不像ESXI那么复杂了 你写一二三四五六都是可以的 那邮箱这里呢你填你的真实的邮箱也可以 那么你瞎填一个也是可以的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管理网口 如果你的软路由跟我的一样 默认的管理网口对应的就是我们软路由上的ETH0口 那么在这呢如果不一样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去路由上确定一下 你的Mac地址是否一致 然后再做决定 在这呢后面我们需要填一个网址 那如果你没有网址的话 你瞎填一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按照你家的实际的网络情况 来填写你们家的IP地址了 我工作室的网段呢是192.168.100.x的网段 那网关跟DNS呢你只要填你主流的地址就可以的 我在这呢就填192.168.100.11 填完之后呢我们就点下一步 最后在确认设置无误之后呢 我们点击Install开始安装 完成安装之后呢我们就拔掉U盘 重启系统 那我们选择第一个加载PVE 那代码跑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了 这就表示我们的PVE已经成功的安装并启动了 那接下来呢你需要把你电脑的网线插到软路由的ETH0口 当你看到网口的灯在闪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电脑上 我们需要把电脑的网段改成PVE一样的网段 即使在这里会演示Mag和Windows两个系统的设置 那不会设置的可以跟着我的视频进行设置 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输入https冒号两个反鞋杠 192.168.100.254冒号 也就是端口号8006冒杠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输入完整 如果你不输入https或者是忘记输端口号 都是无法正常访问的 好我们打开后台之后呢 由于没有证书 这里面会提示不是私密链接 我们点击高级点击继续访问 就可以正常的访问了 我们的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呢 需要点击这里更改语言 那我们选择中国 然后输入用户名root 那下面呢是我们刚才设置的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我们就可以进入PVE的web端的后台了 好到这里PVE就安装成功了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相关的一些设置和进阶的玩法 金水以后会单独出视频给大家讲解 好上一个视频呢给大家讲了 如何在2.5G软度游上安装PVE 那随着PVE的不断迭代 那现在的版本呢已经非常非常好用了 甚至呢可以跟ESXi搬一搬手腕的 在这里呢我们不谈哪个更好用 因为金水觉得呢它是各有所长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 安装起来最复杂的ESXi 那当然呢我是跟前面两个比哈 好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到ESXi的下载页面 那第一次下载之前呢都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这样呢你才能下载到 甚至是拿到适用的一个账号 首先呢我们需要填写自己的名字跟邮箱 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点击确定 然后它会转到详细的这个填写页面 那这里涉及到的内容呢大家千万不要嫌多呀 所有标注信号的你是都要填写的 那密码这里呢尤其要特别说明一下 首先手字母一定要大写 而且呢最少要八位 而且呢至少要有一个符号 那最后这两个勾呢也一定要点上 一般来说差不多20分钟就能搞定 而且呢这个就算是快的了 那注册完成之后呢 它会给你一个免费的测试上号 那测试时间呢一般来说都是60天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软件的下载页面 下载自己想要的版本了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ESXi升级到7.0之后呢 针对不少硬件取消了支持 那不支持这些硬件呢你就安装不上 那想要安装上呢你只能自己想办法打驱动包了 为了给大家扫雷 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 我给大家安利一个打好包的 打好驱动的7.0U2的固件 那7.0U2的这个固件呢 原生就支持比较多的PCIe网卡的驱动 那又添加了我能找到的大多数的USB网卡的驱动 小伙伴们在安装之前呢 只要对应一下看看是否有自己的网卡 是否支持 我这次也是安装的软路由 就是我之前视频里介绍过的 IR5V的这个2.5G的网卡的软路由 那当然呢这个网卡它也是支持的 那如果小伙伴对这个软路由感兴趣呢 可以去看我这期的视频 好了那咱们其他的闲话不多说 马上操练起来 首先呢我们需要制作一个PE的启动盘 我在这呢使用的是老毛桃 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什么大白菜之类的都是OK的 那我们首先先来到老毛桃的官网去下载 下载完安装完成之后运行 我建议大家找一个不用的16G的U盘 甚至呢它都可以是2.0的 备份好U盘里的数据之后呢 我们专门拿它做PE的启动盘 那么以后用的上的时候呢就非常方便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U盘插上 然后点击开始就可以了 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老毛桃在识别U盘之后呢 在默认参数下基本上我们不用做其他的设置 就等着制作完成就好了 制作完成之后呢我们来到我的电脑 找到制作好的PE的启动盘 找到之后呢我们打开这个盘幅 然后呢我们进入LMT的这个目录 我们在这呢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 那你可以随便给它起一个名字 我在这呢就叫它虚拟机了 然后呢我们把需要安装的固件复制进去 复制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U盘 拔下来插到软路由上了 由于在安装的过程中呢我们是需要用的USB键盘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再插一个USB的键盘在软路由上 而且呢我们还需要一个HDMI线去接一个显示器 当然你要用VGA的也是可以的 在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正式开始安装 首先呢我们给软路由通电 二狂按Delay的然后进入BIOS 然后我们来到保存和推出界面 注意这里不是BOOT界面了 然后我们在最下面找到非UEFI的U版启动项 因为如果你在BOOT界面这个时候你是找不到这个启动项的 如果你使用UEFI启动 是无法进入我们想要的那个页面呢 如果不相信的小伙伴呢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我们选择这个选项系统呢会自动启动到老毛桃的引导界面 好我们找到启动自定义的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按回车 那系统呢会来到可视化的DOS界面 我们在这儿找到我们之前创建的文件夹 这里呢会显示U盘下的LMT目录下的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 如果你把固件放到了U盘的根部录下而不是这里的话 你在这儿是看不到的 好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虚拟机的文件夹里 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你之前复制到U盘的固件了 在这儿呢我们就选择添加好驱动包的这个7.0.2的固件 好我们点击回车 稍微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黄灰色的这个安装画面了 等到下面的进度条跑完之后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这个时间呢大概一般来说都是在3到5分钟左右 那进度条在剩最后一格的时候呢 它有一定的概率会卡大概2到3分钟时间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那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呢就是正式开始安装了 这说明你的固件对你的硬件是完美支持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按回车继续 这里呢需要同意协议文件 按键盘的F1同意 那接下来呢系统会开始扫描你设备的硬盘 那会让我们选择你需要安装的硬盘 我在这儿呢只有一个64G的MSATA 那下面这个呢是我的U盘 那我们按回车确定 这里会告诉你你选择磁盘上的数据呢会被覆盖 是否继续 那我们当然选择回车继续了 这里会让你选择键盘的布局类型 那我们选择默认就好了 我们点击回车 这里呢是很多小伙伴都会出问题的地方 也是ESXi最变态的地方 密码设置 甚至有小伙伴跟我留言 他一个人试了衣服晚上都没有成功 实际上你要掌握ESXi的密码规则 还是非常容易的 说到ESXi的密码规则 那首字母是必须要大写的 而且密码的长度呢 一定要在8位以上 40位以内 而且需要字母加数字加字符的组合 那符号呢 不一定非得安排到结尾 那首位必须是字母 而且呢是一定要大写 那知道了这个规则之后呢 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那我在这建议呢 大家用8位以上的密码 在密码输入完成之后呢 大家确认硬盘选择物 我们就可以按F1开始正式安装了 整个的安装过程呢 其实还是比较快的 在我的这个Go4125的柔软路由上 大概2到3分钟左右就安装完成了 因为不同的配置 不同的设备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差距 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选择重新启动 这时候呢 你可以拔掉U盘 也可以像我一样再来到BIOS 手动设置MSATA启动 重启之后呢 EXXI会自动加载系统 注意 之前有小伙伴跟我私信 说安装的时候没有显示驱动的问题 正常安装了 也正常完成了 但是在启动的时候呢 就在这就卡住了 那如果你也碰到这个问题 卡在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可以重新启动一下软路由 来到BIOS 把系统盘的默认启动选项 选择成非UEFI启动就可以了 那大家看到这样的画面呢 就说明EXXI就已经安装成功 并成功的下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按F2进入系统 那这里呢 是需要你输入密码 那用户名是root 那密码就是我们刚才设置 那个比较变态的那个密码 那我们来到系统的设置 找到网络设置 那进入这个选项之后呢 我们来设置一下管理网口 那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这里有对应我软路由的四个网口 结尾呢 有connected 就是已经连接的网口 那大家可以依次接入网线的接口 试一下 就知道你的这个网口 跟这个虚拟机的对应关系了 那我的软路由的网口呢 跟EXXI的网口呢 正好是乱的 那如果你的软路由 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呢 可以通过依次插拔不同的网口 来测试软路由跟EXXI网卡之间的对应关系 那当我们确定好我们的管理网口之后 用键盘的上下键头来移动到 你需要添加的那个网口 然后按空格键 打一个X作为一个标记 之后呢 我们按回车确定 然后呢 我们会来到IPv4的设置 然后我们按键盘的下键 找到最后一个选项 自定义网口IP 自定义的这个IP地址呢 要跟你的网络设备 或者是你的局域网 是同一个IP段就可以了 我在这呢 我的主流由是 192.168.100.1的网段 我在这里就需要把我的EXXI 设置成 192.168.100.253 那紫研码呢 是三个255 一个零 网关的地址呢 也可以填你主流由的地址 那我们就会填192.168.100.1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回车 之后呢 我们要按ESC往后退 退到大概第二步到第三步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问我们是否保存之前的更改 那我们在这儿一定要选择 是按键盘上的Y 大家在这儿一定要注意啊 只有到了这一步确定之后 我们才算是真正的保存成功了 否则你直接退出去 可能是没有保存成功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电脑上 把电脑的网卡改成手动设置 把网线接到软路由上 那电脑的网段要跟ESXi的网段 在同一网段 Windows和Mac的用户呢 可以按下面的视频来设置 IP设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打开浏览器 输入我们刚才设置的ESXi的地址 好 我们现在输入192.168.100.253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浏览器提示 这不是私密连接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证书点云 在这呢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点击高级 然后点击继续 就可以继续前往了 那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ESXi的后台的登录界面了 那我们输入用户名 root 然后输入你刚才设置的那个变态的密码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就说明你的ESXi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系统的硬件信息 那这个固件的虚拟内存呢 也是经过优化的 就算加上系统 那硬盘的占用呢 也只有2.58个G 不会像之前的7.0一样 会占用你120G左右的硬盘空间 我们在这里点击管理 找到硬件 我们在这里呢 选择支持直通 大家可以在这看到 所有支持直通的设备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 英特尔的2.5G的网卡 也是完美支持的 到此为止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虚拟机 就已经完美安装成功了 我们今天一口气 教大家安装了 三款主流的虚拟机 那相关的网址 跟所有用到的工具和固件 我都会放到视频的说明里 有需要的小伙伴呢 可以自取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真切的帮到大家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可以帮到你 麻烦收藏点赞 或者是转发给 真正需要的朋友 那这样呢 也会对我有非常多感谢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秘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